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小魔术 我手里有一副扑克牌 我洗一下牌 这副牌是完全真实的 我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现在请大家在这张牌里面 随机的找出一张牌 比如说找出这一张 红桃K 其他任何牌都是可以的 OK 现在我要把这一张红桃K 要插到这副牌里面 请大家检查一下 好 是你抽的红桃K 绝对没有第二张红桃K 请留意 我现在要把这张红桃K看清楚 要插到这个牌里面 OK 要插到里面去 OK 好 要插到里面去 OK 好 插完了之后 请大家留意 我不重新洗牌了 免得大家说 你是不是做了一个动作 我不重新洗牌了 然后我只要打一个响指 这你选的红桃K 它就会自动的跳到最上面 好 我们现在开始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请大家注意看 我特别打了两下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跳到上面了 就是你选的红桃K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我藏了两张红桃K 没有这个动作 好 这个神情的魔术是怎么变的呢 进入教学环节 首先呢 各位可以在当中啊 随便的选一张 比如说选 这个梅花七吧 随便选啊 梅花七 当我选好的时候 我在尝试着整理我这个牌 整理牌的时候呢 我下面这一张 哎 掀开一点点口子 看没 掀开一点点的口子 啊 这样啊 然后呢 再让观众确认他选的牌 然后我在推的时候呢 你看 我故意把下面的这些牌子推出来 让观众误以为 我的确是插到当中啊 其实我最后插的是插在哪里呢 是插在 有一个口子的第一张下面 插在这里 OK 插完了之后呢 请大家留意 然后我转几圈 告诉大家我不洗牌 免得你认为我做小动作 然后我在转的时候 我刻意的把这边 稍微 然后让大拇指可以压住它 OK 一点点 开一点点压住它 然后呢 我们打一个响指 然后大拇指往上压 再往下 推 OK 往下挤 然后呢 用中指 推出来 这个时候 右手接过来 就是 其实我是两张牌 下面还有一张 OK 双翻呢 然后呢 观众就看到了 这就是我刚才选中的牌 打一个响指 它就跳到最上面了 你说神奇吗 魔术的原理 世界是非常让人着迷的 好 欢迎你 我也相信 你可以学会这个魔术 魔术的世界很精彩 也很简单 懂得原理 也可以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